截至今天傍晚6点 共有41万人前往国会大厦 向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致敬 到18个社区调研处致敬的 则多达85万人次 人民协会今晚也在4个地点 举办社区悼念大会 悼念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 记者庄庆宁就在 丹荣八戈区的悼念会现场 马上和他连线了解最新情况 庆宁 是的 主播 丹荣八戈区的追思会 大约是在9点15分左右结束 那追思会原本计划 是在丹荣八戈民众俱乐部举行 但是最后因为基层担心 出席的人数会太多 所以最后决定改在 达斯岭摩天祖屋的 篮球场这里举行 那追思会进行时 现场和周围都站满了人 但是现在群众已经散去了 那追思会上 共有三名区议员和四名基层领袖 发表了他们的验文 其中也包括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 陈振生 那我早前呢 也和他做了简短的访问 一起来看 李先生他在有生之年 都花了他大半生的精力 在建造一个更好的丹荣八戈区 更好的新加坡 所以今晚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追思会 就让我们丹荣八戈区的居民 一起来追念我们的一部总理 李先生 丹荣八戈区议员 英兰妮呢 在致辞时也解释了 追思会会在达斯林摩天祖屋区内举行呢 其实意义非凡 他说这里早期都是木屋和破旧的电屋 现在发展成地标式的这个摩天祖屋 反映了李先生在房屋政策上的成就 那另外议员陈振荣呢 则表示建国初期 国人的心情都是战战兢兢的 但是今天的新加坡在李先生的带领下 国人现在是信心满满的 他说这是李先生所创造的奇迹 并呼吁大家要继续他的事业并传承下去 那说到最后呢 他还流下了眼泪 那追思会的最后呢 也想起了爱国歌曲家 并且呢 在陈振生部长的带领下 全场喊了三声的 Majula Singapura 为李先生至上最高的敬意 那也结束了今天晚上的这个追思会 那这个丹荣八个民众俱乐部这里的 这个调研处呢 则会继续开放到明天国葬仪式结束之后 主播